证据显示中共准备攻击美国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共可能在效仿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做法,通过发送钓鱼邮件来攻击美国的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各种智库,私营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观察到的这些情况,还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答案。 中共通过这些攻击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如果能得到的话,他们准备如何利用这些信息火眼公司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还没有直接看到能够显示动机或目的后续行动。 不过这一行动令人更加担心,中共已经不再满足于盗窃信息来为军事目的服务,或者是中共高科技公司受益,他们可能瞄准了更大的,具有战略性的目标。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们希望我败选,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有受到这样的挑战。 特朗普指的是中共因为美国对2000多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感到的不满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政府的官员都守口如瓶,只是说副总统彭斯下星期会在华盛顿发表的一次讲话中,透露更多的证据。 不过,美国情报官员最近一直暗示中共就要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在特朗普总统说这番话之前,美国情报总监科茨在过去一个星期的一次活动中说,中共在网络空间实行一项规模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 他说中国中共利用我们透明而开放的社会,也把目标对准美,国州县政府和官员。 他试图利用联邦政策和地方政策的任何差异。 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大魏博蒂奇在和科茨参加的同一个活动中说得更直白,把中共称为美国反间谍工作。 面临的头号威胁他说中国,中共在扩大行动我们各地都有人被接触。 还有证据显示,中共一直在测试渗透其他国家选举系统的能力。 最明显的是在今年7月柬埔寨选举之前的几个月针对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和记者,火眼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说, 这包括攻击柬埔寨政府监督选举的机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中共已经准备把自己的网络能力当作武器。 并且在今年11月的美国选举中使用这个武器。 前中情局分析人士奈德普莱斯对美国之音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似乎还没做出走向这个方向的政治决定。 也就是俄罗斯采取的方向普莱斯说,中共所做的似乎仍然仅限于收集信息为政治或经济服务。 他还说但是,显然改变决定只是一面之间的事而且毫无疑问,他们有大量的材料可以利用。 中共外长王毅星期三在联合国说中共一直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 但是,美国情报和防务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说问题不是中共是否干预,而是北京想用什么手法干预。